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作为国礼 是否当与平日市寿的这些布匹区分开来 方显尊贵呢 谢老板不必在意 幻彩罗色彩鲜叶制地上场 就算是作为国礼相赠也是极好的 若是没有更出彩的做法 就这个也是使得的 王爷与二位大人考虑得极是 既是作为国礼 自当以精良尊贵为上 草民回去一定会多下功夫 定不辜负王爷和二位大人所托 如此我们就静候佳音了 谢家也算是为国尽力 如有什么困难能帮得上忙 本王定当尽力 既是国事 那我宫市局也必将鼎力相助 草民一定竭尽全力 谢老板且去准备吧 诺 草民告退 一位库民的五位大人 是属于国礼 端替主的监陋 主的监陋 也许多监陋 帮助 负责 有负责 王爷 也许多监陋 是 你也许多监陋 你也许多监陋 如果大人 你也许多监陋 他也许多监陋 你也许多监陋 我里不可大议 既如此 当初还选什么贡商啊 谢家的实力 大家都有目共睹 相信他们 必定会不负众望 你们二位 就不必操心了 小璐 我们走 我呸 什么玩意儿 一个闲散皇爷 居然到公事局来摆臭架子 你瞅瞅他那死德行 当时怎么就没摔死他呢我 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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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谢风 总觉得似曾相识 王爷 您是不是又头疼了呀 要不然我回到宫里 再帮你请个太医给瞧瞧 不必了 只是些许头疼 不必进洞宫中 王爷 自打您回来之后 见什么东西都是似曾相识 头疼 头疼 幻彩罗目前的制法已是极致 那如何才能彰显尊贵呢 爹 咱家目前所制的幻彩罗用的乃是贝壳粉 既然想奢华尊贵 那为何不换成以前所用的珍珠粉 珍珠的光泽更加饱满盈润 用它来做幻彩罗粗看之下 与先前的并无差别 细看便能品出不同 这样不更体现咱们家的用心吗 可是这珍珠粉造价极其昂贵 咱们一时半会儿 爹 这个不打紧 陆王殿下说了 有困难尽管找他 想必为了制成这批果理 向宫里请下一笔银子 也是可行的 太好了 这下咱们家的幻彩罗一定会大放异彩 有机会还得当面感谢一下 这位陆王殿下才好 我 我说错了 没有没有 好主意 天家预测了上等珍珠粉 特批给谢家制作幻彩罗 这批珍珠粉乃是预制上品 极其难得 用珍珠粉替代之前的贝壳粉 粗看与之前无异 细看才知其中华美啊 这谢家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 如此贵重的东西 竟然落到了他们手上 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 捡便宜 哪那么容易让他们把便宜捡了呀 高大人 这可是欺君之罪 是要被杀头的啊 苏老板你这是什么话呀 你知我知 谁要杀苏老板的脑袋啊 可是用普通的珍珠粉 替代玉油的珍珠粉 这万一被查出来 这不是有袁大人在吗 有袁大人在 苏老板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好 这 苏老板您可别忘了 这贡商的头衔 你们苏家可是没抢到 这将来和公事局来往 可就没那么变大了 若日后还想跟公事局做生意 不全得看我跟袁大人从中周旋吗 就这么一点小事 苏老板都不愿意做 这叫我们日后 如何相信你啊 还有啊 苏老板 是谁抢了你们苏家贡商的头衔 明不愧不记得了 这要不扳倒谢家 你苏公明还有出头之日吗 苏老板 苏老板 眼下这京城 能和你们苏家一较高低的 就只有谢家 而这谢家眼下 又拿了贡商的名号 这往后日益壮大 越做越好 到时候 还有你们苏家的好骨子吃吗 啊 我要是苏老板 就绝对不允许谢家出头 苏老板 才是苏老板 一泡 万一 住口 若是谁敢泄露出半局 我绝不轻饶 不管是普通珍珠 还是下等珍珠 那都是咱们苏家出钱 咱们家有没有金山银山 正经得起这样的折腾 王爷 王爷 不好了 姐刚刚来报 西州使者呀 出事了 这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回元大人 使者身上起了大片的疹子 且红肿窥烂 此二位还算轻症 后方那位使者现已昏迷不醒 经初步诊断 应该是所穿衣裳的布料 不太妥当啊 这二位还算轻症 昨日 穿了你们遇刺的衣裳 便成这样了 此事 你们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哼 两位使者大人请息怒啊 此事我们公事局一定会彻查到底 给二位大人一个交代的 元大人 既然此事 与使者大人所穿的御刺衣物有关 我不如将智部的贡商传来 问得清楚 不用扯了 直接上到天江 开门 开门 快开门 谁啊 你们怎么刺场名宅啊 让开 少爷 少爷 老爷 老爷 爹 把所有人给我拿下 各方去搜 医处也不许遗漏 等等 敢问大人 我们家到底犯了什么罪 不由分说便要拿人 犯了什么罪 在你谢家进宫的使者衣物内 查验处掺了有毒的珍珠粉 只是西州使者全身中毒 犯的是死罪 你们胡说 不可冲动 让他们搜 看他们能搜出什么了 给我搜 诺 莹王爷 大人 我们找到了未开封的御刺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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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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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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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谢谢 大人 这进了大理寺 谢家基本上 就算是在劫难逃了 袁大人 陆王殿下 近日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我听说大理寺抓了谢氏一家人 谢林府胆大妄为 为了卖下那批上等的珍珠粉 私自在布料里做了手脚 致使西州使者染疾 天家已下令 彻查此事 我虽然与谢氏打交道不多 但是觉得他品性端正 应该做不出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这其中有什么误会 珍珠粉是下官领出来交给他的 这布料是谢家亲手做的 下官不知这误会何在啊 是啊 王爷 人证物证俱在 这谢家果然是你腿的出身 眼皮子浅 没见过什么好东西 竟敢连天家的东西都谈 简直是不要脑袋啊 如今大理寺那边审得如何 此事添加慎怒 命大理寺明日开堂审理此案 以震慑别的商家 不要以身试险 除了你们所说的布料 还有查到其他的证据吗 明日开审 陆王殿下有兴趣 可同堂陪审 本王自然是要去的 本王相信谢氏一家人 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 此事一定要审个明白 走 这王爷还真是哪儿都插一脚了 你怎么和那姓苏的交代的 我让他用普通珍珠粉替代即可 他用的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 这西州使者若真有什么三长两短 你我都要掉脑袋 大人息怒啊 大人 都是那个 那个不吃死活的东西 估计是不甘心多使银子 于是便想出这么个便宜的法子 这 这这不能怪我啊 大人 本想借此事 本想借此日摘了谢家贡生的名后 西州使者出世 这是邦交大事 可别把你我也搭进去了 大人放心 这谢家领罪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至于那姓苏的 已经被我钻在手心里了 亮他也不敢出什么事 大人犯 带人犯 包子 跪下 何大人 此案未审 怎么就给犯人动了刑 此人在牢里一直喊冤 郭糟得狠 不得已让他吃点苦头 此案尚无定论 怎能私自动刑 若他无罪 大理寺该如何交代 洛王殿下 大理寺审案一贯如此 洛王殿下若有异议 大可改日奏请天家 你 人犯谢林府 你利用向进城贡布之机 偷换皇家遇刺上等珍珠粉 致西州使者染病大样 你可知罪 回大人 珍珠粉 是高大人亲手交给草民 草民已祖传秘法制补 并未偷换 请大人 明察 如今大理寺已寻得证据 你还敢狡辩 草民作实 光明磊落 却无偷换之举 既如此 尚无证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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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是高大人交给我的玉刺珍珠粉 但在制补的时候都已经用完了 不可能还封锁完好 大胆 证据确凿 还敢当庭狡辩 宫市局交予你的玉刺珍珠粉 你藏匿于府中 令用下等珍珠粉 粘磨熏正 冒充玉刺珍珠粉 用于制补 草民用的 就是宫市局交给我的珍珠粉 谢灵府 本官给你的珍珠粉 就是这一盒 封条都还完好 你竟然敢思草 胆子是真够大呀 当初宫市局送来的珍珠粉 当初宫市局送来的珍珠粉 绝对不是这盒 大胆刁民 公堂之上居然血口喷人 诬陷朝廷命官 这东西是从你府中搜出来的 你自己也亲口承认 之前用的东西不一样 这不是偷换吗 是 如今事情很清楚 谢灵府胆大妄为偷换玉品 致使西州使者染尖 险些铸成两国邦交之祸 何大人 此案应该如何判罚 请大人鸣剑 放过谢家 妻儿老朮 谢家 冤枉啊 住口 谢氏仇部庄谢林府 借进贡之机 私吞玉品 其品性行径 恶劣之机 如今证据确凿 看 谢林府及妻儿四人 流放关外 永不得返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宝费者 刘昇与点栏目 不得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何卿的声音 作证则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水墨仁与点栏目 这位宝费者 看 切成果 速度 王爷 您可又是头痛了 自从失忆 每当想起从前的事情 便会头痛 那干脆就不要想 反正 反正都已经过去了 今日那个小姑娘 那见过的小姑娘 那不是千千万 那你 那你 我没说错呀 又贫嘴是吧 总感觉 丢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 王爷 您又在想什么呀 我倒是没想到 看上去清廉正派的谢家 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王爷 你买卖人家栗子当头 再说了 这人心隔肚皮呀 您怎么就那么确定 他们家清廉正派呢 你 他说的 不过 那你还没想到 我没想到 每天都把他 都让他给了 你 词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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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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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谢家吧 请您救救他们吧 谢家流放关你什么事 我知道您与公事局交好 只要您在袁大人面前说说情 千万不要让谢家流放啊 二叔 我求求您了 你疯了吧 二叔 谢家绝对不会偷换玉品 他们不是那样的人 文宇啊 不是二叔不救人 大家都在京中经商 可谓是唇王齿寒 二叔在公事局哪有这个脸面 谢家的事那是添加震怒 谁会在这个结果眼上去送死 文宇 文宇 谢家只不过是流放 又是掉了脑袋 只需在关外待上几年 等事情平息了 说不定就回来了 真的 我知道了 好 好 高大人 行了 别往里边看了 好 也别处这儿了 我已经帮你向袁大人求过情了 袁大人不会再责罚你了 高大人 都是小人的错 让大人替小人费心了 你说你 贪欲我个度吗 让你用普通的珍珠粉 你竟然用了下等珍珠粉 这得亏西州使者是痊愈了 不然你 我 还有袁大人 可都担着干系呢 是 小人知错 小人该死 不过这话说回来 你办事也算干净利落 那盒预测的珍珠粉 摘赃得很巧妙啊 说 你在县家干了几年 半 半年 因为 偷染料拿出去卖被长事的发现 才被赶出来的 才被赶出来的 你这个人倒是实诚 被谢家赶出来以后 又来护害我苏家 说 你在我作坊里偷了几回东西 老爷 老爷 我 我 我真是偷一次啊 老爷看啊 小人一定偷改钱费 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千万千万别送我去见关呀 不见关可以 你帮我去谢家送一样东西 可否办到 这件事情若是办成了 你就不必见关 若是办不成或是泄露了出去 你就等着死吧 一定漫长 一定漫长 谢老爷看看 谢老爷看看 少爷 你看 这是咱们呀 新展出来的布料 这不刚回来了 太疯了 老哥 好久没见到你了 刘管家 那不是被辞退的赵武吗 怎么又回来了 他有个表兄在咱们宗坊做事 说来转转门 我也不好看他出去 老哥 我这还得干活呢 先不跟你说 有空来家里喝酒啊 只是我们爷儿几个 这忙活了半天 什么也没捞着 哎 大人 二位大人冒险借珠珠粉 为小人平事 小人岂能忘恩负义啊 大人 这是孝敬二位大人的 苏老板太客气了 哎 对了 苏老板 那个谢家 虽然定了罪 也盼了流放 但终究 还是会有卷土重来的机会的 苏老板 不会给自己留后患吧 哎 高大人 小人只不过是个经商的 可万万不敢杀人的 哎 苏老板这么说 我可就听不懂了 我得给您提提醒啊 这件事 自始至终 都是苏老板您一个人做的 这将来如果东窗事发了 也得苏老板您一个人扛着 至于这谢家留不留 苏老板您自己掂量着吗 我 哦 对了 还有那个赵武 你打算怎么处置啊 哼 大人 这我乡下的老宅正好空着 便派他去看着 这毕竟离城 几十里人物呢 再说了他怕见官 嘴巴自然掩饰 那就先请告退吧 那 小人告退 不送 哎 苏公明这时候 倒是听话得很呢 只是可惜的那一盒珍珠粉哪 那可是难得一见的极品哪 苏公明这个蠢货坏了事情 害得我们什么都没有落到 白忙活了一程 来日方长 不急 快走 快点 快走快走 你跟上啊 快点走快点走 走走走 快车 快走 快点 寻闻 要ичвед尽 何公明这你卖难家 快到家里面仓�인지 好 官爷 要喝酒吗 走吧 别误了事 走走 该走 这日子这么大 兄弟们都辛苦了 要不歇歇吧 这只是歇歇脚 不误事了 等等 官爷 你们几个 兄弟 在这儿歇会 给我们哥儿几个啊 来几碗酒啊 主持人 好嘞 娘 快坐 来 来 来 您 这酒啊 绝对是上河 您尝尝可香了 来 给您倒点 倒晚点啊 倒晚上 晚上 来 飞吧 这是好酒啊 走 这又不是官道 人计寒致的 怎么会有人 在这儿卖酒呢 可以啊 您 可以啊 不好 快跑 你是什么人 要你们命的人 快跑 想走就走 爹 娘 娘 弄死你 爹 这儿 怎么会有人 来 来 我 小儿 来 来 我 霓儿 霓儿 快走 福儿 福儿 快起来 拿着 快走 福儿 拿着 带着霓娘和霓儿 快走 夫人 快走 你们快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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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儿 快走 你们快走 爹 爹 爹 快跑 快 快走 给我去死吧 爹 爹 福儿 快 快 快 爹 快 爹 快走 快 kilometer 路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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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我 amenities 音乐 我得行 你目的是 我要 我得行 我得行 你目的是 你不得行 我得行 你也不要 我得行 ách verd 快 霓儿 快跑 我不 你快起来 霓儿 这个桃底你拿着 这是爹给我们的 你一定要好好守着 一定要好好活着 我不要 要走一起走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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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小二 我 che 原得 解 技 的 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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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